今天的题目是祝彭节 跟着牧师说Sukot 那是希伯来文的发音 Sukot 祝彭节 其实本来是我们支持的选民事工 Robert Walter牧师 我请他今天来讲 因为是对他们犹太人而言 是大节日 那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对我们原来也有很重要的属灵教训 所以呢 我刚刚也 当我把这句经文送给你们的时候 我也送给我自己 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主说 虽然它顺延到下礼拜十月八号 Sukot已经过了 因为是十月二十九 到十月九月二十九到十月六号 那下礼拜他来讲已经十月八号 日子过了没有 苏寇 祝彭节过了 所以主跟我说 你一定要跟我的儿女们讲 哎呦 那牧师又是感冒又是发烧又是咳嗽 可以讲吗 可以的 主要我讲我就知道可以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好 跟隔壁说 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所以呢 你不要担心有过不了 过不去的坎 过不去的关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你看 谢谢你们的祷告 那当然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 坎坎而谈 是因为大家的带导 我谢谢你们 我不一个一个谢谢 谢谢大家的带导 好了 这个经文记载在立位记二十三章四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 你们要住在彭里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其实使徒保罗也有转笔说 我们这个人是 我们这个 我们的灵魂是在一个帐篷里面 那地上的帐篷结束的时候 就与主同在 那这个观念 我们先有这个观念 好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主啊 为了张才学 美好的见证 感谢主 主啊 这么多人 你把他们一路平安地带到这里 还有人考虑要走线 有些人在路上 有些人已经来到这里 主啊 孩子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因为你渴望跟我们同在同住 所以呢 主啊 你就透过 无论是拜登总统的边界政策 或是国土的边界政策 把我们带到这里 只是继续向你求恩 让美国知道怎么样安顿这些走线的朋友们 也与你的使女同在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感恩感谢祷告 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 今年的祝宝宝节 你如果最近看到以色列人 他应该会跟你说 Happy Sukkot 祝宝节快乐 那如果你有以色列的朋友 就犹太朋友 你要礼貌性地说 Happy Sukkot 那今年呢 好巧 就是在 9月29到10月6号 请问 29是上周五 是什么日子 我们华人的中秋节 但是只是一个巧合 并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联 巧合 因为大家是走阴历 所以会碰在一起 好 那 其实呢 Sukkot 这个字 最早出现是在 创世纪的33章17节 就是雅各 不是要跟他的哥哥 他用 欺骗的手法 骗取哥哥长子的名分 所以哥哥要追杀他 结果他就亡命造 舅舅拉班那里 多年后 他觉得需要回来了 神跟他说回去吧 那他心里还是什么 心惊胆跳 所以呢 他就想方设法 在妻子 孩子放在前面 礼物在前面 然后一路回去了 这边说 雅各往苏格去 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 又为牲畜搭棚 因此那地方名叫苏格 那通常你读圣经的时候 他如果有小字 说是什么意思 通常 因为你读苏格的时候 你不懂 你只知道是一个地名 那原来 那原来苏格 苏格 苏格 就是一个棚的意思 那当然最后他跟他哥哥和解了嘛 给出礼物 给出道歉 三桂九寇的 结果呢 跟哥哥和好了 那结果各奔东西 他就往苏格去发展他的农牧 那所以呢 苏格 苏格 是最早的出现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个苏格 这个苏格 我刚刚说是希伯来文的发音 那意思就是彭乌 彭乌 那什么是祝彭节呢 我们 我们有 自从我们来到美国会过感恩节 在中国或是世界各地的华人 过不过感恩节 不过啦 那我们是入乡随俗 然后又因为信了主 结果我们就跟得过感恩节 但是犹太人 其实他们也有感恩节 就是苏格 祝彭节 那这一天呢 他们会搭建彭子 如果你往缅阶 六十八阶那边 一直到七十几街 那边是犹太人的社区 或是在那个 布鲁克里也有犹太人的社区 他们会搭建彭子 那这一天会庆祝丰收 他们还会住进帐篷里面 过简单的 吃喝啊 带课啊 甚至有隧道在里面的 或是读那个 陀拉 就是他们的摩西五经 那你说牧师 在这里的犹太人 你有看到他睡在里面吗 没有 对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以色列 这个时节 这个时候 出口 是干净 所以他们可以住在棚子里面 吃饭 带课 读他们的陀拉 那在这边没有 所以他们也是象征性的搭一个棚子 那到底是祝棚节 他真正的意义就是说 纪念 请你们读 一起来 弟兄姊妹 想想看 神呼召摩西把埃及人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要去到迦南地 所以这当中的路程 在旷野 严格说起来 飘如了38年 那38年的当中 他们会不会安家落户 会不会 会不会去拿石头啊木头啊 盖造房子 不会的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是迦南地 所以呢 什么时候云彩会幕停下来 他们就 他们就 就简单地搭一个棚子 那其实他们搭的棚子呢 就是没有 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看到太阳 看到星星月亮这样的 那 他们之所以居住 居住在帐篷里面 是他们知道 这只是暂时的 是过客 那圣经上 希伯来说 那里也讲到说 亚伯拉罕 其实亚伯拉罕 离开迦勒底的乌尔 那边可是 如果我们听那个考古学家 还有那个大卫包神牧师 给我们的信息 是说 他离开那个地方 可是 可是非常的 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就转比现在说 有空调系统 但是 他就因为神叫他走 他就走 然后就过着帐篷人生 他叫他往哪里去 他还不知道 我很佩服你们这些走线的 这种路我没走过 但是你们至少知道说 有个目的地 目标是美国 或是德国 或是欧洲 或是哪里 那我们要知道说 圣经上有几个重要的节旗 这个绿色的呢 我们转比是春天的节旗 今天我们不细讲这些节旗 那这些呢 这几个是秋天的节旗 吹角节 那犹太人才刚过完新年 但是 这个节旗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都有意义的 有一天 神的儿女 当天使吹号的时候 最后的号筒吹响 我们要被提到空中 弟兄姊妹 你们要有一个被提的观念 被提的 哪一天天使吹号 我们被提的时候 就很真实 你信了主 你就不见了 你就提上去了 所以等一下新朋友 海峡接待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接受住 这样你就有份于被提 离开地上 这些节旗都对我们 神的儿女是有关联的 所以要提一下 然后赎罪日 弟兄姊妹 什么是赎罪日 以色列人他们的罪 这必须要靠着大祭司 每一年 带着公羊 公牛 山羊的 公山羊的血 进到至圣所 然后去那边 为百姓赎罪 但是我们现在需不需要 希伯来书说 这些旧约都是印子 实体是耶稣基督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真的好福气 因为我们的罪 不需要再有宰杀牛羊 我们只要靠着耶稣的保险 我们得洁净 我们可以直接跟神面对面 所以这个赎罪日 对以色列人很重要 但他们现在没有圣殿 他们怎么过赎罪日 所以他们就积极地 想要再次重新建造圣殿 那这个圣殿的材料 都预备好了 还不敢盖 因为回家的清真 是在那个圣殿的基础上面 不敢盖 什么时候盖的 就是耶稣基督快再来 所以我们要留意 以色列现在的局势 第三个就是 我们今天讲的祝宏节 就是神跟人同住 住棚嘛 Sukor Sukor 真的有那么一天 神人同住 永远的 好 那他们是怎么庆祝的呢 那当然离不开搭棚嘛 立位纪二十三章四十二节说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 通常呢 他们在那个 棚的上面是用稀疏的树叶 当成屋顶 然后农作物呢 在装置在棚子里面 才可以接待客人嘛 或水果或饮食嘛 这是搭棚 那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欢乐跟挥舞 我很感谢处耶 那个上礼拜五 虽然都还在感冒咳嗽 我就去到缅街 缅街跟六十八街 大概那 靠近 Pearl Avenue那里 Purl Avenue那里 那时候 我 礼拜五我知道说 那个犹太人他 傍晚就是进到 进到安息日 所以他们就是关门了 哎 牧师就四点半赶上了 他们已经在收摊了 那这些植物是从 以色列过来的 那有哪些东西呢 请你们读 第一日 来 和棕榈树上的枝子 和茂密树的枝条 并河边的柳枝 等一下 这个声音不清楚 那预见请你把你的声音条清楚再读 好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 是这个 和棕树上的枝子 这个 棕树啊 这个 还有什么 茂密树的枝条 茂密树枝条是指这个 那当然我问麦的人嘛 然后呢 这个 柳树 并河旁的柳枝 在耶和华面前 欢乐七日 从9月29到10月6号 那当然它这个 每一种东西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嘛 你看 当他们拿着 弟兄姊妹 这个 你们说这个长得像什么 柠檬 对不对 像柠檬而已 它不是柠檬 它叫做什么 citron 跟着说citron 那原来这个 它象征的意义 就是说 代表我们的心思 要被神掌管 那棕树上的枝子呢 其实是那个 有一种叫做 Date 你看 这个是从以色列来的 所以牧师买这一套是60块美金 但是呢 60块我都舍得买 因为你买不到 那照耶稣 那极柱 预表我们的极柱 我们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做事 那第三呢 茂密树的枝条 叫做myrtle 跟着说myrtle 应该没发音发臭吧 对不对 myrtle 好 这个是 就是这个 香桃木 意思预表你的眼睛 你要眼睛 圣经说要向前直观 要看该看的 再有呢 河旁的柳树 你看这个柳树都快过去了 Villow 有一个教会在芝加哥 叫Villow Creek教会 柳树 柳西教会 就说话 预表我们的说话 好了 那我鼓励你们上会后可以来前面 闻闻看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 柳蒙味 是很特别很特别 从以色列来的 好 感谢 那我不知道下礼拜那个 这个还是我问那个 罗伯沃特牧师说 这些东西哪里买得到 他说你去这边看看吧 去了 正好快要关门了 赶上了 好 那这四种植物呢 在祝宝节的时候要挥舞的 你刚刚看到那个图片嘛 他们就拿着挥舞 那怎么挥舞呢 面朝东 请问有人有方向感的告诉我 东方在哪里 不是你的右手边叫东哦 是太阳起来 升上来的地方叫东 这边是不是 好 谢谢你 你在看手机 所以是东边在这边 好 注意哦 面向东 摇三下 向右摇三下 向左摇三下 向上摇三下 向下摇三下 然后宣告祝福的话 所以第一堂 结束的时候 牧师就拿着这个 为大家祝福 好不好 那下礼拜 你们不要错过哦 我相信 你拉着波特牧师可以更深挖 这个真理 然后呢 你们再领受更多的祝福 好不好 好 现在就是众头了 到底祝鹏节 以色列的节旗 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跟隔壁说大有关系 好 重要信息第一 就是 其实呢 神带出一个真理 就是神渴望与我们同住 但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为什么 为什么拜登总统的边界政策 这么宽松 如果他不是这种边界政策 有可以 能够容许更多的人 来到美国 来到教会吗 神的一个心意 我现在也明白 为什么他要我讲 感冒都要我讲 他说 玉华 下礼拜十月八号讲 就时间不对了 我要你告诉我的儿女说 我渴望跟人同在同住 你要知道 神多么渴望你啊 神多么渴望你 在他的殿中啊 好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 神吩咐摩西说什么 一起来 又当为我住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哇 那你看看 这个就是会幕的样式了 那虽然 以色列人 他们当时出埃及 那个队伍 有点像行军的队伍 哎呀 庞大的几百万人 当然有次有序的 那就是有以会幕为中心 以会幕为中心 他们安盈哦 那安盈都有他的定规哦 但是 神虽然跟他的百姓同住 他的百姓呢 不能跟他面对面啊 还是没机会 只是神很渴望跟人在一起 但是呢 人呢 我们就说了嘛 因为受到亚当 受到撒旦的诱惑嘛 就是没办法接近神嘛 那只有靠着大祭司 这个图我们没有看到里面是 这个叫整个是圣所 后边 后半边这边叫四圣所 神渴望跟他所造的百姓同在的时候 但是呢 因为有罪的阻隔 所以也只能靠大祭司 那大祭司也是罪人啊 所以他就每一年 先得为自己赎罪 再拿着公山羊 公牛的血 去到那个至圣所里面 为自己赎罪 也为百姓赎罪 这样的 而且是每一年的 那百姓真的没办法 真的跟上帝面对面 上帝渴望跟我们同住同在 但是 他有他的办法 他的方式方法 好 那 所罗门王 这个建殿的时候 荣耀重回圣殿 都是一个神渴望跟人同住同在的预表 最最重要是这个 所以为什么 希伯来书叫我们说 希伯来书劝勉这些以色列的信徒 弥赛亚信徒说 不要再走回头路 要往前走 往上走 因为那些旧约只是影子 新约是实体 你看 但会幕 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同住同在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一起来读 住在我们中间 住是什么意思 支搭帐篷的意思 所以呢 真正的这节经文 我们再次重新翻译来 一起来 道成肉身 在我们中间 支搭帐篷 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 这个神的心愿成就了 但是毕竟那个耶稣基督 在的短短的三十三年半 懂吗 他就回天家去了 那他回天家去了 他现在跟我们不同在了吗 他借着圣灵继续跟我们同在 但是有这么一天 他实实在在地要跟我们同住同在 就是在什么时候 好 那牧师要插出去跟你们讲一件事了 这也会是感恩节的考题 牧师很喜欢说 在透过感恩节一年讲那些什么重点 考一下问一下给你们礼物 这题一定考 好 那祝鹏节的意思 来我们请弟兄读 神 神住在我们当中 正正是耶稣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的信息 住的原文就支搭帐篷 天上的神 他干脆亲自来到人间支搭帐篷 跟我们同在同住 结果那个圣殿的曼子裂开了 不需要再透过大祭司牛羊的血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他面前了 何等的福气啊 好 二 我们请姐妹读 耶稣 那个没有麦克风 姐妹就不整齐了 姐妹来 耶稣另一名字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知道没有 俗扣 以马内利都是一个意思 第三 第三穆斯读 那根据撒迦利亚公子的班次 有经文根据的 推论出施洗约翰 是主耶稣的表哥 受孕的时间 再推论耶稣受孕及出生的时间 结论 注意听哦 结论 一起来 耶稣出生的时期 好 记得 所以祝蓬节不是 一起来 不是每年的12月25号 而是祝蓬节才是耶稣出生的时期 记得 所以呢 真的有人问 年年有人问 你牧师我们教会过不过圣诞节 你们给我答案 从这边给我答案 但是 这一天我们可以用来传福音 但是 这一天绝对不是耶稣出生的日期 你想想看 那伯利亨的野地里面 牧羊人有可能12月25号 这个也是他们的冬天 有可能在野地里面放羊吗 不可能 一定是秋天的节起 懂不懂 所以耶稣基督是祝蓬节才出生 不是12月25号 那你说 你牧师这个日期怎么跑出来的 弟兄姊妹 你注意啊 许多时候 各国的政要 官党 君王 常常 帮耶稣 帮神的道忙 君士坦丁 罗马的君士坦丁 那个皇帝 当时是国教 基督教是国教 他就把太阳神的生日定为 耶稣基督出生的日子 这是个帮道忙 而且全世界都在庆祝 12月25号 那牧师每一次 当我知道这真理以后 我庆祝我就心里不平安 那怎么调和这当中的 这明明是一个大日子啊 你可以来传福音 但是我们回到真理里面 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记得 是祝蓬节 好了 那祝蓬节之后呢 有一天 上次我提到说 有一天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 我知道我们当中 有些人很想说 能够的话有空去到耶路撒冷 对不对 弟兄姊妹 你如果能够财力上许可 身份上许可 我倒鼓励你 可以上以色列去过祝蓬节 那如果条件上不许可 说没关系 在千年国的时候 我们都去吧 去的呢 就要蒙恩蒙福的 好 那最后 最后今天我们要 把祝蓬节的真理 最重要带出来就是 瑶指 瑶指就是说 我们看到 有一天神的帐幕 要降临在人的当中 根据启示录21章1到4节 弟兄姊妹 主耶稣 我记得以前我会羡慕说 耶稣时代的人都肉身看到主耶稣 虽然我们现在是 主耶稣天父透过圣灵 跟我们同住同在 总是很希望真实看到他 弟兄姊妹 什么时候你可以真实看到他 在新天新地里面 新耶路撒冷的里面 你可以真实地看到他 而且他不是短短的 33年半跟你在一起 他是forever跟你在一起 跟戈壁说 他要永远跟你同住同在 来 他要永远地跟你同住同在 好 我们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注意哦 注意哦 圣经上 希伯来书说 我们是过着帐篷的人生 所以呢 我们生活最起码的一些诉求 有吃有穿有住够了 因为有一天的先前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地要过去 那这个天地要过去 你还忙着把房子装修得很漂亮 买一间卖一间卖一间卖一间买来买去 换来换去 必要嘛 有吃有住有穿 可以的 因为有一天这些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只是过帐篷的人生 简单过日子 好 跟隔壁说简单过日子 因为有一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天地要过去了 那你还打点什么呢 懂不懂 你还操心什么呢 好 第二句话一起来 我又看见圣诚心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藏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神要差距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疼痛 弟兄姊妹 我最近接触一个姐妹 她因为走线过来 那工作不容易啊 工作中间那边充满了人 你不做这份工有别人做 工资又被压得很低 又常常不如意 哎呀 很多的不容易 但是弟兄姊妹 有这么一天的 神与你永远的同住同在 是新天新地 是新耶路撒冷 你再没有哀哭 再没有疼痛 再没有疾病 再没有死亡了 这个福音好不好 好 所以为什么说 你的家人都要进到救恩的方舟 这就是为什么 神千辛万苦地把你 带到美国 带到神的家中 好了 结论 就有一天是新天新地 就天地结束了 这边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同住 好棒啊 高不高兴 开心啊 我开心了 所以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主说 No Robert Watermore 是下礼拜奖的时候 时间过了 我要你来提醒我的儿女 他渴望跟我们同住同在 好 结论一起来 借着结起 神要人每周每月每年 来到他面前 敬拜他 亲敬他 请问你今天是 是不是周 每一周来对不对 我看到好多人每一周来 我鼓励你最好每周来 不是因为纽约生命和林安堂 要你半年的签到 持续的签到 不是 是因为他等着 要你亲近他 敬拜他 所以呢 节期其实是神跟我们 神定下跟我们约会的日子 哎哟太棒了 从此那感觉不一样 我注意到凯霞今天跟神约会 穿得特别美 像一个新娘子 好 那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穿的那个 装点穿着 你有这个条件好好打扮 没这个条件没关系 整齐清洁 你要知道你是来跟神约会 所以你今天换一个观念好不好 神定下节期 定下主日 这旧约时代守安息日 他就是 他定下跟你约会的时间 懂不懂 这再不是为了签到 是来跟他约会 跟他见面 敬拜他 亲近他 好 那我们跟主 透过这首诗歌跟他说 主我约你快快来 好 请媒体组播放 弟兄姊妹 每个信息之后的诗歌我都问主 他昨天才告诉我唱这首 好 请起立 证明这诗的说 是的 火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们唱这首诗歌告诉他 我愿你来 跟他说 把我们的手举起来 把我们的手举起来 主啊你是自善自荣 自恶可畏的神 祝他 神灾高养耶稣 谢谢他所成就的救赎大公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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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灾高养耶稣 可能要耽误大家几分钟把它唱完 喜在 喜在 勇在 全能救上你 快要再来 你自己跟他说主啊我愿你来 主啊我愿你来 尊贵 尊贵 真生高养耶稣 尊贵 尊贵 他很开心你今天来跟他约会耶 尊贵 尊贵 阿们的意思就是说 实实在在成亲所愿 你真的有这个心愿 我愿你来 我跟他说阿们 这是我的心愿 阿们 阿们 主耶稣阿 我愿你来 阿们 阿们 主耶稣阿 我愿你来 阿们 阿们 主耶稣阿 我愿你来 好 结束在这里 主 是的 当你来的时候 将要结束一切的乱象 我要顺服你在神经上的吩咐 的榜样 就是拿着这四样的植物 来为你的儿女 宝贝的儿女祝福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凡事兴盛 身体健康 灵魂兴盛 随着日子的过往 更爱主 更认识主 更紧紧跟随主 让每一个人的道路 都越走越光明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借着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 请坐默导散会